而新北市中和区的慈禧志工是结合了台北慈禧医院以及仁医会的医护人员 在山北社区为民众举办了健康的筛检 活动当中有不少年轻的学生也来当志工 他们说利用暑假为人服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卫生所工作人员的说明下 等候卤房检测的婆婆妈妈似乎安心不少 这天慈禧志工和台北慈禧医院的医护同仁 为中和区山北社区的民众举办健康筛检活动 除了服务不方便就医的长辈 也让平常忙于工作的上班族有了检视自己健康的机会 我带着那个血压在那边 一个妈妈跟她的女儿一起来 然后她是说因为妈妈不喜欢去医院 然后也不喜欢做检查就觉得自己很健康 那女儿刚好是今天假日 然后就想说带着妈妈一起来健康 虽然山北社区的居民人数不多 但志工的服务仍然相当周到 就连慈禧技术学院的学生也特地前来实习 因为有些人他有一些症状 但是他会不方便到医院做检查 那我们就是想说来到这边就可以更贴近民众 那他也可以更轻松地做检查 那有一些症状也可以马上就医 愿意利用假期从事志工服的年轻人 在这场健健服务中还真不少像这三位高中生就有满满的收获 一开始好像也蛮常出城的 可是后来就觉得还OK 还蛮能够帮得上忙的 那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现在暑假嘛 来能够出去帮助别人 充实这些暑假觉得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 短短一个上午的健健活动服务了120多位社区民众 也守护了大家的健康 大爱新闻 这次美之宫 江玉峰林印证 谷敏华台北报道 ig Sang verte 粑洋 ga 后来进入 emat《刻茶》 江玉峰林印证 这个吗 杰益